周思琪这个半局相对取得了一分的领先 而且现在一个人出局 跑者还分站在一二垒上 周思琪目前三成六一的打击率 有六发的全力打三十分的打点 目前是打击率排行榜的第三名 郑城浩在之前的六场先发当中 有两场的优质先发 最近的一场出赛六月六号 在桃园对师队就是以先发的身份上场 投了六又三分之一局掉了四分 那他再前一场的先发师队向队五二九 在新装是六局掉四分 今天是第一局 目前就遇到了状况 这时候又是连续两个坏球 看起来拉明哥 中继后援投手 要相信在室内应该已经加紧在做准备 对 尤其投手的控球一天一出现问题 后援的一天赶快要先准备好 对于后援的最辛苦的地方也就是说 投手一开始出现控球的问题 他一下要上去准备一下要休息一下 所以他无形中他的用球数会很多 这个球拉到了右阿野方向右阿野往后推 结果飞出去了 三分打点的红布拉周董 刚才说的 倒手在控球不准的时候 忽然间塞到比较红中的地方 周董这个完全就是给他在伤口上在撒盐 哇 这一棒一打出去 右阿野手忠诚又是背对内野这个方向了 就眼睁睁地看这个球呢 飞过了全力打墙 刚好过大墙呢 形成了一支三分炮 这也是周思琪呢 在本季的第七号的全力打 目前呢跟林玉权张泰山 这个小邓邓呢 这个并列在第三位 仅次于林志胜跟高国庆的八轰 接着打结轮到第六方的黄世豪 哇 这个球真的是被狠狠地咬中 速度第一个不够